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回成都了哈 回成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衣服 我们把我们那个 这次带出去几件羽绒服给洗一下 我们昨天回来的时候 已经把车上很多东西给拿上去了 这件羽绒服穿的好脏啊 特别是黎红的这两个颜色 这个粉色和这个黄色好脏啊 我这两个还看不出来哈 但其实也是脏的我觉得 走吧我们把它洗了 我们这边洗衣服特别的便宜 手机说一下 程度好热啊 回来之后就变成夏天了 走吧 就这对面 四件羽绒服 二十 二十五块钱一件是吧 那就是一百块钱 很便宜了 这自己洗的洗不干净 洗衣服 啊对就这十件 都是羽绒服 啊都是羽绒服 好有的 打个几天 一般也要四五天吧 行哈嘞哈嘞哈 走吧 反正现在也不穿它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这边洗的余绒服特别便宜 然后今天 我们要去把这个车顶上的那个 呃东西全部给取下来 就这个车顶帐篷也该取了 以后不用这个车顶帐篷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那边改装电把取一下 然后我那个天幕不是坏了吗 还取下来修一下 里面有个配件坏了 车里面的东西基本上收拾差不多了 走吧 我们今天去吃一个午饭 吃好午饭再去改装电把 我们去吃一个那个肥肠粉 前天在西藏还感觉在过冬天 然后一下回到成都哈就变成夏天了 特别的热 今天我们赶路回家的时候 经过很多地方都还是冰天雪地的 好 去拿咖啡 哇 成都真是热呀 今天还没有怎么出太阳 我看天气发今天26度 出点太阳基本上就30来度了 就一下子还没习惯过来 前几天还穿羽绒服 今天直接就穿短袖了 嗯 看 周天喝点冰咖啡是吹风爽的 哎呀 你要霸占我的位置啊 过去 后面去 后面去 你要 后面去 你会不会开嘛 嗯 哎 爽 走吧 去吃饭 来吃肥肠粉 好久没吃了 今天吃午饭吃得有点晚 要个肥肠粉 大粉 红糖的 然后小粉的紫肥肠 清糖的 然后都加一个茄子 都加茄子吗 嗯 好 32 好 都加茄子啊 都加茄子啊 去坐这吧 我们的肥肠粉来了 好久没吃了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清汤特别好吃 对 其他家的清汤都不太好吃 以后每次都吃清汤 好 吃吧 另外不吃豆芽 我又特别选吃 就全部给我了 可以 可以 这茄子 特别爽 碗肉都全部给我了 走吧 吃好了 可以 有时候想在外地吃下肥肠粉 都找不到合适的店 然后等一下就安排把这个顶上的帐篷 然后填墓全部给取下来 填墓的话修一下 帐篷的话就把它卖掉 就感觉没有用多小次哈 大概用了十多次吧 就是帮我把这个取下来哈 顶上东西全部取下来 就涨碰 填墓 还根都取下来 现在那边师傅已经在拆了 我们这个设定帐篷 我们这次出去用了十多次哈 具体十多次忘了 反正十多次 所以我们就隔一两天住一次酒店嘛 然后现在给它卖掉 算了还亏到三千来块钱吧 就相当于四两百来块钱 所以是成本有点高哈 现在住酒店了 现在这边师傅正在拆这个设定帐篷 等下我就叫一个快递过来的爬给收着哈 我已经提前挂在咸鱼上面给卖掉了 上下来亏了三千多块钱 有点心痛哈 我们可能住了十多次吧 平均一次就两百多块钱 感觉比住酒店还贵了哈 嗯 但是我主要是想着 下一次换一个更适合我们车子的 我就现在定制了一个车顶账目 就是专售专用的 可以从车里面上去 就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我们这次出去遇到很多这种恶劣的天气哈 有的时候你从车外面就是感觉有点不太方便哈 能从车里面进去会更好 但是现在还在定制哈 到时候把发过来把装上给大家看看效果 所以现在只能忍痛割爱了 其实这款上面我用的还是蛮不错的 空间也大 然后打开然后我收了都是很方便的 因为当时我也是选了很久嘛 也不是随便买的 然后上面能放东西这些真的是非常实用的 重新定设个上面也可以放东西 嗯 这一点真的特别好 大小 从外观看起来大小跟这个差不多的 只是打开的方式各种有点不一样 其实这个车里面帐篷我我觉得用的还是蛮不错的 改天我给大家专门出一个视频就讲一下车里面帐篷的优缺点嘛 我们这次出去算是玩的时间比较长了嘛 说说自己的体会 对 而且再加上我们以前也用过 总结了不少经验了 这次我们算是用的比较长了吧 对 各种地方都睡过了 到时候专门拍一期给大家说一下哈 然后现在先把拆下来 天幕那个配件还没过来 到时候直接让他们给我修一下 因为我组织把顶枪全部给拆完 把这个横端全部给拆掉 因为我准备给车子去 修复一下 修复一下 哈哈哈 我想给他这改个色 其实这个车里帐篷 我现在卖掉 和我在用个几个月卖掉 其实价格差不了太多的 其实现在卖稍微有点亏 但是为了下一次更舒适的出行 也只能这样子了 就是出去这个车子也是够脏的 准备明天 把它洗一下 给它做个惊喜 想把里面也给洗一洗 里面好多狗毛啊 这个就反了你们这 它有点怀了 到时候我刚才说 买个配件过来 修一下 反正这个天幕这次出去都没怎么用 那个配件坏了 那 那 我 我 就放这边上嘛 就放边上 不是不是 这个我要把它挤出去 就放这先放这吧 我要把它打开弄一下 这个我直接去嘛 我把这也给取掉 然后里红把这上面给稍微 擦一下 这个 风吹雨淋的有点脏啊 它这个 是一种镜面的 感觉擦干净可以当镜子照了 这个还要拆 这个 拿个 内溜角的 这个给它拆的 然后已经约了这个 快递过来 然后给它稍微打包一下 快递的来了 我叫到这个安能无留 根本找了个德邦的太贵了 安能要便宜一点 然后再打个木架 因为没有原包装了 打个木架的话要更稳一点 不然磕碰到了 东西不是很重 不是多公斤 体积有点大 就是按照体积来 算这个运费 你把提自己拿过来嘛 哈哈 当了木架应该就被这下磕碰了先吧 端鼓架有点磕碰 这个翻 现在翻里面下去 翻不下去 立下吧 差一点 东门上去 车一下房脉子 先车一下 车一点 我给挽出来 我出不来了 可以吗 可以挽着大 要的 不是 棋子 那就能走哈 有个大包包哈 有点有点 行 那我们就走吧 搞定 我的车顶上东西全部拆完了 看着有点不习惯 然后去把车子洗一下 走啊 这个还比较便宜 德邦也太贵了 这个天幕的话就放在这 然后修一下 好应该也先放在这吧 走吧 等到时候还需要装车顶帐篷再过来装吧 行 今天任务就搞定了 车子上面全部给拆完了 就好久没看见过这种状态 哈哈 然后车子也太脏了 我们准备去给他做一个深度的惊喜 里外就全部惊喜一下 然后到时候改个色哈 可以走吧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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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